艾作超模的那个服装 准备好了吗 放心吧 都已经准备好了 差不多该走了吗 赶紧出发了 我通知一下司机 好的 既然 设计室的问题解决了 那买手方面 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嗯 高明 你不是兼任买手吗 我原本也是这样想 不过 这品牌 耗费我太多时间与精力了 我们要开集成店 还是要找专职好 高明 嗯 我觉得 国内的买手部分 就交给你了 但是我需要引入一些 国外的品牌 所以我还需要一个 国外的买手 这方面你有人认识吗 啊 上雨漆 不好吧 她身体也不好 腿脚也不好 而且 她有才华 喂 上总 我刚是开玩笑的 对了 我其实是要问你 我们之前配合的那个买手 波罗老师你记得吗 对 可以给我她的联系方式吗 好啊 嗯 喂 波罗啊 在忙什么呢 你过两天来深圳 行嘞 那我们到时候约吃饭吧 我有事情帮你帮我 好嘞 拜拜 岗編 小块 我最好的朋友 各位好 欢迎来到爱做超模 本期我们的选手拍摄的时尚大片 主题就叫做美女与野兽 那此前呢 我们的观众朋友和电视机前的好朋友们 也已经在我们的大屏幕上领略到了 他们照片中的风采 那么下面一个环节呢 就有请现场的三位评委 来对每一位选手进行投票 注意 本轮获得两枚投票以上的选手 才可以晋级到下一轮哦 好 首先接受投票的是我身边的这位南娜选手 看看我们的三位评委 哪一位老师就先进行点评呢 Diana 我非常喜欢你这组照片 你这组和蛇拍照的这一组照片 非常的大胆 它缠绕在你身上的方式 非常的fashion 所以我投你一票 谢谢涛涛老师 恭喜顺利拿到了一票啊 好 我们下面有请的这位是 Pretty时尚杂志主编 冷山老师来进行点评和投票 有请 Diana 看了这组照片 作为Pretty的主编来说 如果这组照片啊 放在我们Pretty的杂志里 就算是放到最后一页 缩到最小最小 我都不会同意用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啊 你这组照片 蛇完全成了focus 你完全被蛇抢戏了 你的眼神太死了 还有你整个的姿势 你的感觉 你整个的作为模特儿的那种气质啊 不新鲜 不新鲜 那不新鲜的又是我们时尚界最大最大的天敌 所以 不好意思 我只能淘汰 谢谢冷山老师 那很遗憾没有拿到冷山老师的这一票 我们现场还有一位评委没有投出他宝贵的一票 那就是我们号称时尚界美少女战士的水滨岳老师 到底她能不能把这一票投给我们的迪安娜 让她顺利晋级呢 有请水滨岳老师 不不不 我不同意冷主编的说法 我觉得迪安娜的这张照片 充满了情感 充满了人类与动物的交流和包容 每一个模特儿的照片 都蕴含了他们拍照时的所思所感 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怎么能用技术 姿势 这样片面的东西去评判它呢 谢谢 水滨岳老师 我们这三位坐在这里 就是给人家做评判的嘛 你都是评委 三个不同的评委 三个不同的意见嘛 那你的评判 是不是有点太刻薄了 这是我们的游戏规则嘛 冷老师 你怎么能用规则 这么样冰冷的词汇 去衡量一个模特的努力呢 每一个模特的照片 都包含了模特 摄影师 造型师等等 整个团队的心血 包括那条蛇 它也是一条活生生的生灵 它也是有投入情感的 好吗 陈老师 我没有说蛇不是生灵 但我们现在选的不是蛇 我们现在选的是超模 对 为什么要成为超模呀 超模模特 就是要发现他的潜力 他跟人与众不同的那种气质 但是他很有潜力啊 他也完全征服了我 征服了男人 也就征服了世界 不会把这张票投给赖安娜 并且我希望冷老师 您也能投出你这张票 谢谢 你不用来说服我的 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 是不是 但是也请你 要尊重我的选择 冷山 你在和我一起尊重吗 你尊重这些模特吗 你尊重他们的努力吗 难道时尚圈 就是一个这样冷酷无情的地方吗 我认为不是 我认为时尚圈 是更需要那些拥有大智慧 以慈悲为怀的人 而不是像那些 以自己僵化的思维 去衡量他人价值的人 冷山 我希望你投出这张票 不然你就是那个 冷酷无情的代名子 叫什么 谁老师你把我们都投了吧 好啊 等一下 冷山老师 等一下 等一下 来福末招聘会 马上就要开始了 请大家排好队 注意秩序 好 你看这一不小心 上市松了 你成了网红了 什么意思呢 我说啊 你那举动 确实有点太过分了 说滑 也太滑了吧 那就属于不可抗力因素 前头啊 走 我是怕对你的秧歌不利 你怕 你怕什么呀 你不是中立的吗 墙头草 你呢 拜托啊 总得有个拉架呢 万一你要跟小尚总 真的打起来了 那风尚可就完了 哦 所以你的心愿还是 世界和平喽 这又是什么稿 你看你老的吧 网上的段子 这么说呀 那天露营 真的应该把你带上 那水冰月看到你这个男神 爱上你 就不用我去砸水杯了 是 那先桌子 说吧 有什么高见 我是你的危机公关了 不 我只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好吧 既然已经错了 那不如 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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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 你还要我再怎么错啊 还要怎么错 你自己想啊 你又不是那么笨 没问题 开动 先走了 拜拜 来 我站好了 上去 停车 向左转 再往右给我转 全部给我蹲下 准备匍前进 打得了 那不服了 全提起立 齐步总理定 准备 行了 行了 你们不用紧张 我们这不是军校 我给你们做几次测试 现在客人来了 欢迎光临 没钱的客人来了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有钱的客人来了 欢迎光临 你们这是不对的 我跟你们说 不管是有钱的客人 还是没钱的客人 他都是我们的客人 所以要以一样的标准 去对待他们 那就是笑 笑一个我看一下 你笑得跟哭似的 出来 去那边 你裙子太脏 出来 你干吗呀 太傻 走 你白球鞋太脏 走 走 好 其他的人 最后一个测试 老板来了 老板好 好 老板娘来了 老板娘好 老板娘的事 好 老板娘 你怎么一天 你会当老板娘 我又没数字要当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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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小小小小小 喂 喂 冷 冷主编 您在哪儿啊 您出门了吗 我的意思是 你没在写字楼的大门口那边吧 我今天自己开的车 在地库呢 怎么了 谢地 谢地 现在公司楼下一大堆记者堵在那儿呢 都是因为播的您的那个 电视节目来的 老主编 您从车库上来的时候 不要走课题 一定要走货题啊 知道了 避心的测试 没有到处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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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 BC 这把手 看上去 根本的均衡 你们都过来 站好了 进去 客人来了 可以下了 飞风 然后送客人走 向左站 怎么了 这几天都在工作 没时间回去陪回机 养他了 那我们就回去呗 可以吗 可以 店里的事情 交给他们去做 做得不好 就扣他们工资 做得好 就涨他们工资 走吧 嗯 龙主编 呦 干什么呀 慌什么 没 没事吧 我没事啊 怎么了 他们 他们简直是太过分了 龙主编 这电视台的人 真的太过分了 你明明就不是那个意思嘛 还有 还有网上的人 他们更过分 我怎么跟他们说道理 他们都不懂 他们 他们还说我 跟我说 说你是我养着的一条狗 是不是 嗯 你听着 Victoria 集团发你工资 是让你在这儿好好干活的 啊 不是让你悠闲地去和那些 整天在网络上浪费生命的人 去讲那些低级的缺乏智慧的 没有教育的话 你们青春都浪费在网络上了 明白吗 明白了 龙主编 你说得对啊 有没有想把你关掉 妈妈最近工作加班 没办法陪你玩哦 之后一定陪你玩好不好 啊 回机 回机宝贝散步 你回机怎么早就回来了 珍妮 这几天辛苦你了 照顾回机 谢谢珍妮 不用客气 我可是家里的顶梁柱 我不照顾谁照顾啊 难怪穿得这么长 对 小汪汪也不在家啊 小汪汪最近可是迎来了 事业第二春 一时半会儿是不会回家的 是不是啊 上总裁 你要不要去遛工 你也要去啊 到底去不去 快去 爸爸要跟我们出去 走吧 谢谢啊 那我呢 你留在家里参加 带你去 是 上先生 不好意思 那个意思 刚工作室出了点状况 所以没有及时赶出来 你今天怎么那么准时啊 平时我那么喜欢 还迟到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 是因为我每次打给你 总能听到你在感通道的脚步声 所以 你 我们出去走走好吗 行 听着 我刚才说我 平时都很忙 有的也是 每天都是被机器人的电话 叫起来的 有时候外面天还没亮 我片子都拍完一套了 只能趁着赶躺的时间 才可以吃点东西 如果一直这样忙下去的话 挺好的 说到吃 你会饿吗 我带你去吃点东西吧 以后闲下来 就会胖了 所以我现在开始叫注意了 所以你发生什么事吗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和没有工作 会不被人需要 今天我意识到了 原来被人代替 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我今天 视觉和冷山提了一句 我跟他合同的问题 没想到 没想到 他真的一点都不在乎 他跟我说 新人有的是 比我条件好 比我漂亮的也多的是 我觉得想我们大小姐 怎么突然就不开心了 原来是跟任谈谈谈谈过 你说得轻巧 仔细想想 那边 我在美丽也待了三年 三年 带我之前的那些模特 也一转眼前都不见了 公司全部押到我这里 可是如果现在解约的话 我的工作立马就会有人顶替 连一秒钟底顿都不会有 安德啊 你先别难过 你听我说 而是代表LIFE那边 还是我这边呢 我都不会要你们家干活 即使你今天选择待任山那里 还是选择离开 我都会知道你们决定 那又是好听的哄我 我总结一下啊 就你们的这份联合汇报 加上你们刚刚所表达的一切 你们的主题思想是希望 我能给你们加薪是吧 是 那如果我的回答是拒绝呢 冷主编 我们刚才跟您说了那么多 无非想告诉您 像我们现在这些市场上的编辑啊 别说是时尚圈了 就连那些硬件生 他们的月薪也不止这个价钱了吧 对啊 更何况我们已经是从业五年 是成熟的有经验的 可以独立完成采编的编辑 我们现在的工作 已经从伯利丽 转向年轻 对 你们刚刚自己也自我评价 说你们是在这个杂志 工作了五年的日复一日 在重复着同样的创意 和话题的老编辑 是 对 对 我明明在上周 你把我们的访谈嘉宾的后妈 写成亲妈的时候 说我更难听的话 你们毕竟在美丽做了这么些年 相信在我的耳润污染下 也不会打无准备的账 是不是 但是 我相信你们在走进这间屋子之前 已经找好了更好的下家了 给 祝你们好运 我希望你们前程思继 如果没有什么其他事情的话 你可以出去了 王主编 你再这样下去 真的会长出獠牙和九头蛇来的 我本来还真的不想再说什么了 可是亲爱的 你的修辞水平怎么还是这么吓人呢 好 好 明星 明星 明星你看 看不看 拜拜 尚不然 你今天怎么突然 爱心办案 要跟我一起聊聊天 你不是怕他吗 我什么时候怕过他 你第一次见到 他的时候不就 那你抱一下 我不要 抱抱看吧 抱一下嘛 我不要 抱一下 抱一下 你不是说你不怕他吗 抱一下吧 我只是怕他走 我警告你 别要了 卉琪 你终于是我们一家人了 他是人吗 像不然 你不觉得我们一家三口 出来散步很能闷吗 我还是觉得 一家两口叫 卉琪 去吧 卉琪 你看 也没走过人 那万一他走丢怎么办 那万一我走丢怎么办 你那么聪明 你怎么会走丢 我问你 要是我和他同事走丢的话 你会先找谁 应该是 回击吧 他自己不会回家 你会啊 那我要是不回家呢 那我就等你呗 那你要是等不到我呢 那我就一直等一直等 等到你回来找我 我答应你 以后 如果我知道你在等我 不管我走到哪里 走多远 我都会回来找你 我会有 emotion 我会在地的 你妈的 操心中 我会在地的 我会在地的 护心 我会在地的 你妈的 我儿子 我都不倒了 我爱你 每一个行业 永远都会有新人来追赶 即使你今天选择待爱美丽 还是选择离开 不管怎么样 你已经有三年的资历了 当他们追到你的时候 就要花三年的时间来追你 那你不就有六年的资历了吗 是啊 我是更有资历了 但是我也老了 所有的职业都是这样 陆陆续续会有新人进来 可是模特这个职业 拼得又不是子李 不像设计师越老越值钱 那你觉得 G-Cell会被取代吗 她不是一年比一年老 每一年都有那么多的模特啊 哪一个能够喊动她的 操谋这些位置 那这 你拿这种神话旗的女生来追赶 因为世界上只会有个G-Cell 你也只会有个女 那当然了 那些新人 根本就管不住自己的嘴 才拍了半个小时 就说肚子饿了 都快鄙视死她了 所以我说 你是最棒的 是啊 冷山也一定是怕我离开她 再说这些话来吓唬我 我呀 一定要找一个我心目中 最优秀的设计师郭总 那我真是受宠莫金了 那现在确定 我站在你这边了 我们之前说好的 你要答应我一个要求 什么 今天挺清静啊 是啊 龙主编刚刚说过了 那些成天没有中事的员工 就没有必要出现在 我们风尚集团的大楼里了 嗯 那个 我今天确实就一件事说 是喜事 咱们的新刊Younger 指明了电商在路上 已经基本敲定了 在一个走合同的阶段 他们的附加条件也不多 就是希望安德拉 能给他们代言一个 线上的RP 挺好的 以后等他们拍起 一片电影的时候 以后也发点儿角色 给咱们的模特儿 可不是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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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这是要病天了吗 我可没带伞 别说带伞了 你头顶上顶块砧板都没用 你说他可真淡定啊 他和水定月那事儿 好像从来没发生过似的 哪是 毕竟是女魔头 我都怀疑 他会用自己砸矿泉水瓶的动图 怎会带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 这我理解 我知道了 最近压力很大 压力自然大了 所以我掐花时间来找你 说重点啊 我的电子刊物需要一个新的选题 我想呀 要找一个千所未有的 很抓眼球的 但是又有那种 就你们平常嚷嚷的人文关怀 那 那 要是你觉得出个点子的话 就算是我们两刊合作 我也可以的 龙主编 我觉得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是觉得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有事情 还愿意来跟我商量 冲着你对我的这份信任 我也很感激 所以你要有方案的话 可以马上拿过来 我会尽全力配合你 我不敢跟你说了吗 我所有的编辑都跳槽了 我还有个提议 你派你的所有手下 协助我这件事情 好吗 他这件事情 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非常感谢 来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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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来了来啦 欢迎你们 等你们好久了 我帮你们把梦魅以车 名模带来了 你们不欢呼一下吗 到了呀 欢迎欢迎 来 随便坐 随便坐 等等 客人坐那儿 帮忙 过来 先坐 随便坐 所以你们计划案进行到哪里了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做完哪儿也没有 其实也不是都没有办法啦 我根据国人之前给我提出的关键字 做了一些方案 比如说像这个开阔的场地 我觉得新地广场蛮适合的 那个商场现在正在做保暖那一大甩 你觉得合适吗 太不时尚了吧 当然还有最近呢 我朋友的朋友的同学的同学 开了一家城市最大的画廊 他们签了很多女性艺术家 我觉得很符合我们 艾赛品牌新女性的理念 这个更不行 他们要求我们的模特儿 做他们领导剪彩的背景版 他们干脆去找广场舞大妈好了 那找我们干嘛 来吧 大家都 我告诉你 你 你 你看当初那个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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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在Lady Gaga的MV里面露出他们的新品 整个大卖 所以现在呢 偶像就是印钞机 我刚好跟很多的偶像经理人 都非常的熟悉 像TF Boy 陈学东 我都可以帮你们牵线呢 嗯 诶 那个 出场费这方面 这我可管不着 那你这不适合的 嗯 你们看啊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们的冷山大美女啊 可一点都没变 还是这么母仪天下 威风凛凛啊 姐姐 不是 你也是啊 这么多年都没变 还是那么不会说话 这好话 怎么能轮到我家呢 当年除了韩风 你正眼看过谁呀 对吧 韩老贾 是 那时候你一出国 就给韩风带一大箱子礼物啊 老贾 这说话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当时我只是代收 之后是不是都分头寄给你们了 我们就是孙代詹一点光 那时候冷山给你寄明信片 到了哪个国家就给你寄到的 你现在快展成一个联合国了吧 是给我寄了 是不是也给你寄了 人给你们都寄了吧 都有都有 那可不一样 我们收到的 那明信片上就一地址 你那明信片写的 密密麻麻呀 那简直就是一个 一个长篇的言情小说 周三周四二十二点 是 尚先生 今晚是不是来福某开业秀啊 是啊 冷主编 不过冷主编 你放心啊 我还是帮你静了一点 小心意的 不然 我什么事这么着急活了的 衣服在里面做过 你出来问题 什么 衣服出状况了 离开衣服还有多长时间 还有五分钟 这 衣服怎么还湿了呢 这怎么办了 吸气还怎么办呢 东西啊 你的故事 要多久才能讲完 你的笑容 是否别来无恙 我不要让时间又回来 带走你的模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